等等我们 等等我们 这个山是还蛮险的 看到没 这个山还挺漂亮 就送到你们到这里 来 拜拜 拜拜 跟你们登山徒步愉快 拜拜 我们现在来到了黄皮的大顶山 从前面那个炉子 从这里进来的 今天35度 有点热的 这个矿场原来 你看都是水渠修的 看见没有 今天这一开始还不好走些 这根本就没路 这都是碎石 关键田野太热了 也碰不到人 这还是沿着这个走吧 不是走水渠吧 不走水渠 从这走 这里面走可以 这里面影两天 有那个户外路标 蛮好走 有这 我们就沿着这个走 走 这就不会迷路 我们就从那里上来 在这 对 那房子里 车子停在那里 那可以住宿 可以吃饭 现在好像说 这边有疫情 那个效果 这不是宁静效果吗 有疫情都停了 到这疫情结束了 他那个可以住宿 可以吃饭的 蛮好的 在这里 蛮好的 2天3天的 这要爬上去 爬呀 顺着这个山间 不湿 山间走 这下雨肯定不能走 这下雨肯定不能走 那流水滑啦啦 要砸水 不好吧 在今天有点 哎 你为什么不从边上走啊 你非从那走 边上走 边上走不好好走行 这不是上来的吗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好上 你看它这个 这个水溅 现在有一点水 看到没 我们要从它上去 这个地方就要从这边爬了 你那上面怎么爬呀 真的不飙走 不会错 这又浪的走量 这是从这个上面爬上去 哇靠 阴凉的地方 还得阴凉 这个太阳直射的地方 受不了 还是有点热 反正今天带了两大支水 两小支水 应该够了吧 注意点啊 这山有点险 这山 那边公路 顺着路爬呗 顺着路爬呗 怎么了 那里不好爬 那个 这个树枝倒了 上面有一个 那个红的标记 倒的 这太陡了 有点气喘 我觉 你看,这栏是水泥浇的,你看见没 这栏是不是一个景点啊 这是这水池 这是半生腰街的水池 不是从这上啊 它那个有标记 我们从那个上也阴凉点 到阴凉那种站一会儿,这受不了 这太日快了 哎,加把劲,加把劲 还是这个三级路,快 才开始 是那个方向走 中间好大块石头 上面写个什么? 牛字 是牛还是粘呢? 牛 就不知道 怎么明白 这个时候 这底下是刘家村 这是他们家的山头 被瞎拆 哎呀 反正这个路还是相对比较好走啊 也是这个石子路 石子路 比那个九峰山的石子路好走 对 一走一吃 不是,我告诉你啊 为什么好走啊 它这个山上就这个植被比较大 一都是松树,看见没 没其他的 这个算是石子路 但它不像九峰那个石子路 一吃一滑 它这个 它这个环境只能松树长在上面 其他长不上去 这什么果子 不知道 人生果 啊 人生果 不知道能吃吗 不知道 走走走 是大太阳 不是大太阳里要站的 这有点下山路 看到没 这就是有点低 这个路 但是这个 必须猫子要走 这个山里 这个还是山里 这个山里 那里面的那都是山里 这个大石 快,过来 这一个 标语的 您欣赏大自然的同时 请带着您生活的垃圾 可以 有些人也是的 吃完喝完垃圾 虾仁 所以说我站下山了 所以说我站下山了 等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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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看到人了 哎呀 急着 我们两个人 等等我们 八个人他们 走吧 你小心点 小心点 哎呀 我 你说 你今天穿了个鞋子不对 嗯 嗯 那这个 这个大石头 啊 这个大石头 爬上来 啊 废话 不爬上去 难道飞 飞 飞不起来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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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赶了 你追不上他们的 嗯 这他们 都是大石头 这 这挺危险 以后他们人不见了 呗 刚才七八个人不见了 哎不用赶的 我怕你是赶 又赶出事儿来了 我受不了你 真是 你这 这个怎么爬的 太危险了 刚才 刚才从这边过来 我操 在这种不小心 就不能下去了 我操 那真是要拜拜了 别拍了 注意安全了 收起来收起来 哦 你上我没事 快收我 收我 哈哈 下都不来了吧 哎呀 不来了 我这从这个山开始 都是一路 手脚平用爬上来的 这有绳子 这太危险了 这有生命危险了 哇 这里都是水库 可能没有 这一个 这消水塘 哎呀 我上到这上面 心都 蹦蹦蹦 坐坐坐坐 坐坐坐 坐坐 你看那怎么上啊 你和我一下 是下去上 是 走到这个山顶 这他妈的 这 这不好下去 这看着 那个 那一道道梯子 刚那帮人已经不见了 算了算了算了 我们 我们 从原路返回得了 啊 我们从原路返回得了 我们不走了 我不敢走了 前面 呵呵呵 刚才上到了 这个山顶上面 千千万苦爬上去了 爬上去了 这要翻过 不是 他这个上去还好上 哎 到那座山 那座山 中间一个 看了一下也不好走 这就是这个悬崖 边边有条道 也不好走 不知道到底走哪条道 嗯 我们也没有什么户外的工具 绳索什么都没有 没绳索 哎有点危险的 到那边的那个楼梯 就单一的靠个悬崖 更加危险 我们就 没有过去了 又从这边慢慢的下来着 顺着石头 慢慢的爬下来着 手上都烫红了 哎 是啊 也没死人手 他非要 不是 他那个地方啊 那段我们上去 我们那边可能是下不去的 但是这边呢 估计可以下 你看那边可以走的路 看到没有 是 但是这个路 还是那个悬崖边边 好危险 要是户外的 有专门的那个 户外工具绳索 走到前面去 一拉 可以有个绳索 拉得一点 就好走一点 我们不做这种无畏的冒险 算了 我们这本来就是 户外就是娱乐 锻炼身体 开心 搞得出了意外 就不好了 是的 刚才是有点险 打道回府 今天 今天冲那个大顶山 冲顶失败 哈哈哈 你看了 从这边看 是 应该是从这边下 但是刚才 没有看那个下去的路 有点险 从这下 顺着这个下 顺着这个山节道走 走到那边 再顺着这个上去 但是 那帮人 上面那座山 上面那个石梯子 嗯 也蛮危险 什么防护都没有 梯子在那边 在山的侧边 哎 那帮人还是厉害 不见了 我们刚才前面有八个人 在喊山 我们回应了 叫他们等一等 太远了 他们先走了 我们两个人 算了 等不了 翻不过去了 等不了 原路返回 下次再来 嗯 今天主要啊 他那个 我们两个人上面 什么防护措施都没有 第一个蛮危险 嗯 第二个我们来的时候 开车两个多小时 也蛮耗体力 然后今天温度也有点高 嗯 那个刚才在那路口警察说 那个民警说 你们不要上那个山顶 上山顶就属于孝感 到孝感有疫情 还回不了武汉 你那个孝感 那个他就会有孝感的行程 嗯 他是回来的时候 不会让我们回去 算了 正好 下个你行程马 下个你行程马 你就不能从那走了 是不是 你就要回去 他不让我们回去 活不去武汉了 算了 也真好 到了 我们就从这出发的 他这还好 这个登山口 这还有个洗手间 也挺好 这个叫什么 楼子冲 对 这个地点叫楼子冲 开车可以导航到楼子冲来 开车可以导航到楼子冲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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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